好了我们继续 涉及到流水施工和网络托计算 我们讲那么多 我的重点涉及上还是涂出的流水施工 网络托致点在我的课上涉及上讲的不是特别多 那个题目涉及到网络托致点还很多题 我们要求大家你课下自己练 估计我们大力在二期经讲包括系列班上 它肯定还会有很多题目让大家练习 到时候呢你再看一下啊 就是说这个时间段 当然你先自己做个题打个基础 打完基础之后 我们再上强度或者再上难度的时候 你才能接受 就是说我现在如果讲一下讲一些很难的题目呢 没必要 讲一下很难题目呢 让我们接受起来 最起码在课上是有难度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啊 不给大家增加难度 最起码先把这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的质点 你一定得吃透它 一定得吃透它 然后我们在讲具体难的题目的时候呢 才好理解 才好理解 好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一块 然后呢 大家打开书 看一下220页 我们把这个刻件中 没有的和流水施工网络图有关的几个质点呢 再给大家稍微说一下 220页 黑体字一 施工进度计划的分类 这里呢 大家注意一下第一段话 就是施工进度计划 按照编制对象的不同 可以分为四种 你得知道哪四种 再就是221页 黑体字二 合理施工顺序 以及顺序安排的原则 这里呢 有个123456 222页 黑体字四 施工进度计划的内容 第二条呢 讲的是单位工程进度计划内容 有时候我们在编制单位工程进度计划的时候 要包括哪些内容 123 这都属于适合考问答题的 225页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 这块质点需要背的质点非常多 我们这里呢 也是尽快的是给大家画完 要求大家客下多背 个别需要理解的 我强调一下 黑体字一 225页 黑体字一 项目质量计划的编制依据 1234 黑体字二 项目质量计划的编制要求 这里呢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第六条 第六条实际上主要突出的是 到底这个质量计划由谁来编 它适合考案例分析题要改错 或者说是单选题 黑体字三 项目质量计划的主要内容 这个内容很多啊 16条 16条怎么背 16条你肯定不能都背吧 挑个这么四五个你熟悉的词 背个四五个至少 有很多词都是共性的 为什么说我们鼓励大家多背啊 你会发现一个好处 就是很多内容 用几个词通吃 考问答题 你看啊 老师你画这么多 全是十来条 你背个几个词之后是通吃的 有好多词 你比如说我们所说的什么编制依据啊 项目概况 这种词啊 基本上所有的需要背的 一般都有这东西 你可以自己总结 我们随后有可能上别的班次的时候 老师肯定也会给大家总结 就是说你背一些自己熟悉的词 但是千万不能不背 你说16条我不背了 这种质点 我们每年考好几道文答题 所以说你得背 226页 226页 倒数第6号 你看一下这里有个5 两面带个号的 这讲的什么呢 施工企业应该建立施工过程的质量管理记录 这个质量管理记录包括哪些内容 12345678 这个内容我强调一下 你就不用看了 但是 这是去年考过的案例 什么意思呢 要是去年不考我就让你我就画下来 肯定有很多学生说 哎呦老师这种质点能考吗 这是我们去年考过的案例 但今年不建议大家再看了 因为 这种可以背的质点太多了 我给大家画这个质点 目的就告诉你 这种题它是可以考的 而且是刚考过 227 黑体字一 富氏材料的取样 富氏材料取样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第三行 有一个就是建筑材料富氏的取样原则 这里呢 第二条 第三条 第四条 这个内容适合管理 你一定要读懂它 一定要读懂它 就是我们现场怎么取样 它不难理解 所以说你一定要读懂它 黑体字二 建筑材料 施工材料 检测单位应该符合下的规定 注意一下第二条 也是适合考案例 黑体字三 主要材料富氏内容及要求 这里绝大多是需要背的 比如说第一条 钢筋 钢筋的抽样富氏指标 屈腹强度 抗拉强度 生产率和冷漫 第二条 水泥要查哪些指标 这个指标我们之前讲材料的时候 也给大家讲过 熬番228页 228页 注意一下这个第十条 第十条 就是玉瓣混凝土 玉瓣混凝土 要检查哪些内容 这个质点没考过 所以说我强调一下 下面建筑材料的质量控制 黑体字二 建筑材料质量控制的主要过程 包括四个环节 这个比较简单 哪四个环节 229页 229页最上面 第一行 质量验收 你看质量验证 质量验证包括哪些内容 包括材料的品种 型号 规格 数量 外观 检查和 见证取样 写个词 第三条 画下来 第三条 这是适合考案例的 主要是讲的材料的采购 到底谁来担负责任 这条一定要理解 这里呢 你强调一下 你可以标记一下 这适合考案例 就是谁采购材料 这个责任怎么划清 怎么划分 它是适合考案例的 下面 关于这个黑体资一 土方工程 地区基础的质量验收 与减压 第一部分呢 讲的是土方工程 土方工程呢 大家注意一下 两边带广号的第四条 机坑验槽的时候 要重点观察哪些部位 看好 筑基 墙角 承重墙下 和其他受力较大部位 如果有异常 可以从看它设计共同处理 这是适合考问答题的 好了 再往后 230也 230也 大家注意 这里的黑体字 黑体字这个2 黑体字2 我们13年考过这个第二条 黑体字5 我们14年考过多选 虽然说你要问我的话 我建议大家看一下 没考过的 尤其是黑体字4 打鱼之装 还有就是黑体字3 强行底级 因为这种质点 一般都是需要背 它是以简单题的形式来出现 所以说尽量的 还是背那些没考过的 下面主体结构 主体结构 黑体字1 钢筋混凝土工程 这是我们强调的重点 就是说这块内容 它可以不考 但如果考的话 你这些词 一定得能写出几个词来 不管是模板工程 还是第二部分 钢筋工程 还是第三部分 混凝土工程 进行隐蔽工程验收 或者说验收哪些内容 都有一段话吧 你得都得背个这么几个词 让你写的话 你得能写出一些来 这个也不是很难 好了 大家再往后翻 233页 233页 看一下这个黑体字2 防水工程 施工过程的检查与检验 这个内容也是适合考问答 这里的第二部分 屋面 包括第三大部分 这个厨房和测试间 包括第一部分 这个地下防水 这里很多词是重复的 就是说我们在进行 防水验收的时候 验收哪些内容 不管是卷材也好 涂料也好 包括这些关键部位 你看它这些词啊 你在自己第一遍读书的时候 把你自己认为 能背过的词画下来 然后反复记忆 我们绝对不会强调 大家整段整段背 但是你一定要被 自己认为好背的 黑体字3 防水工程施工完成之后的 检查与检验 这里呢 注意一下第二条 这两个数字 淋水两小时 如果是蓄水的话 24小时 下面第三大部分 关于蓄水实验 蓄水实验呢 就是说这种侧浴间 或者说是厨房 一般呢 也是蓄24小时 大家要补充数字的话 我讲第一章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 就是如果蓄水的话 蓄水高度是 20 我们二件教材 现在是20公分 20毫米 2公分 所以说你也可以写一下 就是2公分 蓄水的高度 如果是墙面的话呢 一般呢 需要淋水30分钟 高度的话呢 如果是做防水涂料的话 一般墙面需要上翻的话 是1米8 注意一下 1米8 两个数字 你可以标记一下 一个是1米8 一个是2公分 把它写下来就可以了 235页 黑体字 工程质量事故的分类 这个呢 和我们后面讲到 安全事故的分类一样 这个内容 公共课也有 法规也有 项目管理也有 所以说必须得备一个 就是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三级 四级 事故的划分 重伤人数 死亡人数 具体人数 一定要被数它 我告诉你 施工现场 因为某个事故 死了多少个人 你一定能够分清 这是几级事故 并且能够说明理由 1234级 237 黑体字 工程质量问题的报告 出现质量问题 我们要进行上报 这里呢 主要是规定的上报程序 第一条划下来 我们16年考过案例 第二条 第二条讲的是什么事呢 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事故报告 一般呢 要逐级上报 不同等级的事故啊 逐级上报的部门还不一样 这里有个123小条 较大重大特别重大 都是报到购物院 这个一般呢 是报到省 我这里先强热一点 这里讲的是质量问题 后面我们还讲到安全事故 质量问题和安全事故 不同等级的这个事故 不同等级的这个事故 上报的部门不一样 所以说你在记的时候 别记混了 虽然我们在划分这个质量问题 和安全事故 它的安全等级 这个几级事故的时候是一样的 一般事故 较大事故 重大事故 特别重大事故 但是安全事故 和质量问题 对应的这个事故 逐级上报的时候 它的上边 最顶上的这个单位 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这里区分一下 这是只针对质量 不针对安全 安全我们在第三章上有 我还会给大家画 第三章上有 所以说你记的时候 别记混了 千万别记混了 好了下面 再往下 事故报告内容 事故报告内容 我们考过两次 12年和16年都考过问答题 也比较简单 这个比较简单 下面第五小条画下来 30天 有个数字30天 事故出现新情况 30天之内 伤亡人数有变化的 应当及时补报 好了 下面 238页 大家注意一下 238页 一直到 一直到 我看看啊 252页 从238页 一直到252页 这里当将近有15页 讲的是我们施工现场的各种质量通病 它的分析原因 及处理方法 这块内容 虽然不是每年都考 但是如果每年要 但是要出题的话 一般会出一道案例分析题 出一个事故 出一个质量问题 让我们分析原因 或者说写出处理方法来 考哪一个都正常 我把考过的给你说一下 没考过的 你自己看 考哪一个都正常 考哪一个都正常 但是这一块只要考出来 这绝对是难题 你放心 因为这块记忆量太大了 最后有可能我们会给大家压 但是现在的话 你也没有必要压 因为它和现场实际施工联系太密切了 就是出一个事故 让我们分析原因 比如说我给大家说几个 238页 黑体字 基础 第一部分 边坡塌方 它的原因 09年考过案例 10年考过多选 你看 有规律吗 连着两年考 也没有太大规律 239页 第五行 这个大写的二 回天土的密实度达不到要求 这是我们2012年考过的案例 比如说再往后 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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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上面第五行 有个大写的二 讲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偏低 这是我们13年考过的案例 再比如说243页 243页 中间靠下 有个大写的二 汉语二 两边带口号 讲的是因地基不均下沉 所引起的强体裂缝 这个内容 16年考过单选 再比如说248页 倒数第八行 248页 倒数第八行 第九行 这块有个三 讲的是污面卷材旗鼓 这是我们去年考过的案例 所以说这块内容 大家在这个阶段 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 就是说呢 你在复习的时候 这块内容可以通读 可以通读 就是说呢 但是复习的话 现在来说的话 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就是说 因为它的这个覆盖面比较广 从地基基础 到主体 到装饰装修 到节能 都有 所以说这块呢 大家在复习的时候 你有施工经验的 你多看点 没有施工经验的 这块暂时可以先放 暂时可以先放 252页 节能 节能工程的质量通病防治 节能啊 整个这节 属于教材新增的 但是它里边的内容啊 绝大多数我们去年教材就有 所以说呢 这一块 我们还是要强调几个重点 黑体字一 技术与管理 技术与管理 注意一下第二条 第三条 第四条 二三四 253页 253页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第三条 你别画 黑体字三 讲的是墙体保温材料的 控制要点 这个内容 我们去年考的案例 但你会发现 这个 这个 实际上要是放到今年 考是最合适的 因为我们今年 特别强调装配式 施工和节能嘛 要是放到今年考 我觉得一般 我觉得绝大多数老师 都能给他压这种质点 就是说你要 去年又没考过的话 你要问我 我肯定把这个质点画下来 因为他 他既然加节能的话 那这个就是我们强调的 都是一些指标嘛 复验指标嘛 但是你说去年考过了 你要问我 老师今年还会不会考 我觉得考的可能性 要小一些 你要考选择题 有可能 你要再重复考 这种案例分析题 可能性不大 好了 质量管理 我们讲这么多 然后呢 看一下安全管理 254页 254页 首先呢 大家看一下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讲的是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计划 这块内容 基本上 尤其是第一节吧 施工管理的 施工安全管理内容 整个这一节 教材新增内容 教材新增内容 好了 我们画几个重点 黑体字一 建筑施工安全管理的目标 大家注意一下第二条 安全管理的目标 包括哪几个方面 黑体字二 建筑施工安全管理组织体系 与管理制度 大家注意一下第二条 尤其是第二条的第二行 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黑体字三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教育培训 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条的第二行 就是安全教育培训的类型有哪些 实际上我们着重突出 一般都突出这个三级教育 企业项目和班组 其他教育有可能我们没太关注 但是这种题是适合考问答题的 是适合考问答题的 请写出安全教育和培训的类型有哪些 下面第三条 施工企业的从业人员上岗应该符合下的要求 尤其注意一下第一条第三条 这第一条是我们今年教材新增内容 但实际上早在 应该是15年吧 我印象中啊 不是15年就16年 这个质点我们已经考过了 考过案例 就是说我们所说施工现场的这个ABC证 项目经理一般都考B证 企业管理层考A证 然后呢专业安全员考C证 考C证ABC证 对应好 这里他没说吧 你可以标记一下 我可能说的比较快 就是企业主要负责的人 一般是考A证 这个项目企业呢 是考B证 然后呢专职安全生产管理是考C证 都是和安全有关的 这个内容我估计啊 应该我们项目管理教材有 但我们书上说的不太详细啊 好了 255页 255页 大家看一下这个黑体字4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费用管理 这里呢 大家注意一下第一条 就是安全生产管理的费用管理 主要包括哪几个方面 黑体字5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管理 这个内容呢 我们着重突出的话呢 你可以突出一下第三条 稍微看一下 黑体字7 黑体字7啊 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 大家要注意一下第一条 就是说我们在进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的时候 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呢 这里有一个12345678 黑体字8 200翻过来 256页 黑体字8 应急救援管理 应急救援管理 注意一下第一条 施工企业的应急救援管理 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这些质点都不好背啊 第三条 看一下应急救援 应该制定啊 应急救援 应急救援 包括哪些内容 这个质点 我们一件考过 这个质点 我们一件考过 问答题 好了 然后大家往后翻 258页 258页 黑体字3 重大危险原控制系统的组成 这里有一个 1234567 7个小标题 2014年考过案例 因为它考的时间比较长了 所以说我还是要给大家画啊 你最好还是要背一下 啊 考了好几年了 259页 安全检查内容 黑体字1 建筑工程施工安全检查的主要内容 第一条 这个比较简单 必须要会啊 就是安全检查 主要包括查什么查什么查什么 然后再往下 这个第二条 第二条下面有好多小条 大家注意一下 这么几个容易可以出题的质点啊 一个是第七小条 第八小条 第九小条 七八九 260页 260页 黑体字2 建筑工程 施工安全检查的主要形式 第一条 这个必须要背过啊 这个呢 你也不用 老师我可不可以背个两三 两三条 没必要 这个本身就不难 把这几个形式都背过啊 这个第二条 第二条 我们第二条 讲的是就是 呃 我们进行这个检查 按照这几种形式检查的时候 他又做了一个细分 其中这个第二小条 经常性的安全检查 这是我们去年考的案例 让你写这里的 圈一 圈二 圈三 实际上考的非常细了啊 你今年有时候再复习这个质点 我就就没必要了 啊 圈一圈 圈三 你再看的话 没必要了 那你可以要 要有时间的话 你就看一下其他那几个 没有时间的话 最起码我们抓重脸的话 先抓第一条 就是安全检查形式有哪些种 这个是必须要会的啊 二百六十页 二百六十页最上面第七条画下来 就是我们安全检查的时候呢 有一个三定原则啊 三定原则 定人 定期限 定措施 后面安全检查方法 安全检查方法主要包括 你看六个词 这个不难 听问看 量测 运转实验 啊 后面安全检查标准 安全检查标准又是一个 记忆量非常大的质点 因为这个质点呢 在我们教材上 他一共提到了有 十三个表格相当于 就是说每一个安全检查 评分表呢 他都是让我们 如果考试考的话 就让我们写保证项目 啊 我这里把考过的几个 给大家说一下 反正考过的 你要问我的话 我肯定认为你别看了 啊 考过哪几个 你看 一个是这个 二百六十二页 这个五 击坑工程 09年考过案例 让你写他的保证项目 这个七 高处作业 高处作业都没分保证项目和一般项目 就是检查项目 高处作业 这是我们16年考过的案例 十 施工升降机 这是我们2012年考过的案例 虽然我们二件还考过两次 二件啊 去年17年考的是上面这个三 文明施工的保证项目 然后呢 这个261页翻过来 翻回来261页 这个二 安全管理 这是我们2015年二件考过的案例 都是让大家打保证项目 请写出文明施工的保证项目 一个词一分 或者说怎么写 怎么出呢 他给你背景资料中写了俩 写了两个 让你补充另外四个 一个词一分 263页 黑体字 检查评文方法 检查评文方法 这个质点啊 大家注意 我们这里呢 在课上 我只突出第七条 就是等级的划分原则 优良 合格和不合格 这个质点呢 一定要会 这个内容适合管理 就是我给你一个 检查评文表的总分的 让你判定 是优良 合格 还是不合格 这个呢 一定要会 你像这里的123456啊 这是告诉我们怎么算 这个算 有可能会在西提课 给大家讲西提 讲这个123456的应用 但是呢 它不作为重点 不作为重点 所以说我们这里要 你要强调的话 我就强调这个7 强调这个7 265页 265页黑体字四 机坑施工的安全控制要点 大家注意一下第三大部分 第三大部分 机坑土方开挖 与回填安全技术措施 这里呢 注意一下第一条和第三条 因为第一条第三条 各有两个数字 往后翻266页 266页 从上面数大写的四 两边带过号 讲的是机坑开挖的监控 看到没有 第一条第二条 这是需要背的 和前面有重复 和前面第一章讲的那个测 观测量有重复内容 如果是有重复的内容 有不一样的内容 大家听好了 我们把握原则 如果你前面背过这个监测的内容 和这里的内容不完全一样 考试的时候都给它写上 多写点 别写少了 重复内容一定要写吧 不重复内容也给它写上 多多益善 下面第五大部分 第五大部分 讲的是地下水控制 地下水控制呢 大家注意一下第三条和第四条 下面这个六 机坑施工的安全应急措施 机坑施工的安全应急措施 这里呢 大家注意一下第一条和第八条 第一条第八条 第一条和第八条 剩余的内容大家可以自己看 好了 往翻268页 268页 交手架 我们今天上午 把交手架给大家讲完 交手架 黑体自一 交手架的准备工作 第一部分内容讲的是施工方案 施工方案这一块 你是需要背的 因为这一块内容也从来没考过 所以说呢 你得稍微背一下 我重点呢 是讲这个三 黑体自二 这个交手架的基地基础啊 注意一下第一条就行了 就是这个基地比较高 一般要比自然地平常 稍微高一点啊 从排水的角度出发 要稍微高一点 这样比较好 这个第三条交手架搭设 这个内容啊 我们出题频率非常高 而且这个质点呢 比较难 我们结合这条末 我结合一些图片 让大家看一下这个交手架 让大家再认识一下 好了 说交手架 我们讲内容之前 我们先把这些名词 给大家讲清楚 你要不然的话 到时候反应不过来 我们从下网上说啊 就是说 在我们搭设交手架的过程中 我们呢 一般呢 按照顺序 第一步肯定要先设 先做这个垫幕 不管是木制垫幕 还是钢制垫幕 你先做这个垫幕 那么做垫幕的时候呢 一般我们一般 要把你这个纵横向扫地杆 要提前放好 包括把立杆也得放好 那么在实际布置的时候呢 你比如说这个 这都叫什么呀 这都叫立杆 这都叫立杆 然后呢 我们看这个 这叫什么 这个大家听好了 这个是沿着建筑物方向布置的 它比较长 这叫做纵向水平杆 也叫做大横杆 这叫做纵向水平杆 沿着建筑物来布置 因为我们一般布置的话 书上讲的就是这种 双排落地式交手架 其他交手架 你不用管他 就是这种双排落地式交手架 那么我们这里所标的 这都叫纵向水平杆 那么与纵向水平杆 相垂直的 这叫什么呀 你别记小横杆 为什么呀 因为书上没说小横杆 这个概念 你可以理解小横杆 我们现场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们教材上怎么说的 这叫做横向水平杆 这叫做横向水平杆 别记错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两个 然后呢 同样是这个水平杆 你放在最下面这个 它就不叫纵向水平杆 或横向水平杆了 它叫扫地杆 然后呢 放在平行于建筑物这个方向的 这个长的就叫做纵向扫地杆 然后呢 放在垂直于建筑物的这个方向 与纵向扫地杆相垂直的 就是横向扫地杆 横向扫地杆 这个呢你先分清了 这是又一个名词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纵杆和纵杆 在这个方向 这叫什么呀 这叫什么呀 你看我这说的是纵句吧 但一般 我们教材上 好像这个词也不突出 我们突出的是另外一个词 这叫什么呀 这叫跨度 这叫立杆的跨度 这个呢 这叫立杆的步句 这叫立杆的步句 一步两步三步 这叫立杆的步句 那这里我们所说的都是一跨两跨三跨 是这样 一跨两跨三跨 这个标记混了 这个好说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所说的剪刀称 这是我们所说的剪刀称 再一个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我们还有一些实图 实际的图片 就是说在我们教授架 搭设光中 我为了防止这个教授架 整体外章 一般的我们要和主体结构 进行相连 连接的时候 这就叫连墙件 连墙件 再就这个位置 如果我的脚手架端部不是闭合的 是一个开口式的 一般的我们要加这种横向支撑 也叫做横斜杆 这叫做横向支撑 这叫做横向支撑 不是斜支撑 这叫做横向支撑 这就错了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 脚手架上呢 一般还会搭设交手板 供这个材料的堆放 和人员的正常行走 基本上全了 基本上涉及到这几个名词 我们先给大家解释清楚 然后呢 针对这个脚手架 在实际安装的时候 用到的最主要的两种材料 一个是钢管 一个是卡扣 钢管 钢管我们这里有常规的规格 长度呢 从1米到6米5不等 各种长度的都有 然后呢 扣架 扣架有三种 对接 直角 和旋转卡扣 那么在连接的时候呢 是这样的 对接 不管是横杆和横杆之间 还是立杆和立杆之间 这种形式就要对接 用对接卡扣 这是我们所说的旋转卡扣 主要体现的是什么呀 搭接 不管是剪刀称和剪刀称之间 搭接 还是剪刀称和这个普通 立杆横杆的连接 还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立杆和立杆的 这个连接 如果是搭接的话 就用旋转卡扣 最后一种 直角卡扣 也就是说 我们的立杆和横杆之间 不管是立杆和纵向水平杆 还是立杆和横向水平杆 还是横向水平杆和纵向水平杆之间 这通门都是直角连接 直角连接用的是直角卡扣 直角卡扣 这是我们所说的名词 我们先明确一下 然后我们再看书上这几个内容 我们这里给大家讲几条 讲几条 到时候呢 大家再自己复习 比如说大家看200 整个这个内容 我们要求的话呢 大家着重突出的话 是269页 从第五条 从算是从第四条吧 一日到翻过来 270页第15条 就是这些内容 你肯定是要尽量多看 它考哪一个条目都正常 我们这里给大家 结合几个图片 说几条 说几条 比如说 大家看一下这个第五条 第五条怎么说的 纵向水平杆 应该设置在立杆的内侧 其实长度呢 不应该小于三块 你看我给大家找张图片 比如说这张图片 这个呢就是我们正常 在这个教授架里边 照一张照片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纵向水平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横向水平杆 对不对啊 你看 它是放在立杆的内侧的 看到没有 它是放在立杆的内侧的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点 内和外 这就适合考改错题 内和外 它就适合考改错题 或者它直接画我头上 你找错误 好了继续 然后我们再看第六条 第六条呢 大家注意第二行 第一行呢 说的是这个 纵向水平杆的接潮呢 一般是用对接甲扣 一般是用对接甲扣 或者说是搭接 然后呢 第二行 大家看一下这句话 就是两根相邻的 纵向水平杆的接头 两根相邻的 纵向水平杆接头 不应该设置 同步或同胯内 你看我给大家看张图片 这个图片 不是特别清晰啊 但是大家应该能够看出来 这是我们所说的 同步 不同步啊 这是说一步两步三步 这个你要注意 这是从垂直方向 垂直方向 垂直 我看看 纵向水平杆 接头不应该在 同步 同步没错 那同步就是同步 因为我们这说是步距嘛 对吧 步距 好你要注意啊 接头你看好 接头你看好 这个地方 如果这里有接头的话 这里最好就没有接头了 在这里也是这样啊 这里有接头的话 这里没有接头了啊 一个是立项的 一个是水平方向的 那你要注意 不要同步和同跨 再一个内容呢 大家注意后面 不同步 或不同跨 两个相连接头 错开不应该小于五百 你看我这里也标了一下啊 五百 数字 五百 再一个呢 各中心点 各接头的中心点 至最近的主接点 这个距离啊 应该越近越好 越近越好 一般呢 不要大于去 重距的三分之一 重距的三分之一啊 这里也能体现出来 三分之一 这个回去自己再看一下 这个图 因为这个图有点小 有点小 这个到处再看一下啊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下一个置点 大家看哪里呢 看一下这个第九条 第九条这样说的 脚手架呢 必须设置 纵横向的扫地杆 这个我说过了 关系上看后面这句话 纵向扫地杆 应该用直胶卡扣呢 固定在距底座上皮 不大于二百的立杆上 纵向扫地杆 应该是放在立杆上 而且呢 你要看一下 横向扫地杆 是放在纵向扫地杆的下方 你看 刚才这个图 这是我们所说的 纵向扫地杆 纵向扫地杆 距离下面的距离啊 不要超过二百 然后呢 再放横向扫地杆 横向扫地杆 是放在纵向扫地杆的下方 都是用直胶卡扣 和谁连接啊 和立柱连接 和立柱连接 这个你要注意 这几个细节你要注意啊 好了继续 你比如说我们再往这个 看一下这个第十一条 第十一条呢 讲的是这个立柱啊 立杆 立杆也说了 比如说第二行后面 同步内 每个一根立杆的两个 相邻街头的高度方向 应该错开不小于五百 然后呢 各街 街头中心 至主节点的距离呢 不应该大于 布局的三分之一 这个呢 和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纵向水平杆差不多 比如说这种情况 立杆 立杆 不要相邻 而且呢 应该是隔着 隔了之后还不行 立杆和立杆 这些这个街头啊 至少得错开五百 至少得错开五百 所以说这个要注意 再一个呢 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的第十二条 十二条是这样说的啊 就是开口型的交手架 两端呢 应该设置这种连强件 连强件 这个连强件的后面 这个连强件的吹直距离 不应该大于建筑物层高 且不应该大于四米 我们连强件 最常规的做法 你看这里 最常规的做法 就用这种钢性连强件件 钢性的连强件 直接用钢管 卡扣 与主体结构的梁 或板 尤其是 不是梁 主要是梁或柱子啊 一般是梁或柱子 进行相连 梁或柱子进行相连 这个呢 就是和柱子 一般呢 上下两层 不要超过四米 上下两 两个连强件的间距 不要超过四米 也不要大于层高 好了 这是这块 然后呢 大家往后 再往后 比如说我们这说的 这个第十五条 简刀称 简刀称 简刀称是怎么说的 就是高度 在24米以下的 一般呢 只在两端设置 简刀称 如果超过24米的话呢 一般要连续设置 简刀称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不难理解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 钢管 从这种直角连接 长方形 变成三角形 变成三角形之后 它应该是更稳定 不容易发生这种移动 不容易发生移动 这是我们所说这块 应该还有一个置点 我看一下这个置点 大家看一下第九条 第九条后面还有一条 我们也要给大家讲一下 这是我们之前考过的一个置点 大家看一下第三行 后面 当立杆的基础 不在同一个高度的时候呢 必须向高处的纵向扫地杆呢 向低处延伸两跨 高低差呢 不应该大于一米 靠边坡上方的立杆轴线 到边坡的距离呢 不应该小于500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片 首先这是我们所说的高 这是我们所说的低处 在布置脚手架的时候 要注意这个 扫地杆 应该是从高向低 至少得延伸两跨 两跨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位置 高处的这个立杆 距离边坡的这个距离 不要小于500 再一个呢 就是你有高低差可以 但这个高低差不要大于一米 这是这几个质点 这个质点应该我们之前也考过安利 我们一见考过 就是给你画了这么一个图 好了 我们再讲一个细节 讲一个细节 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脚手架 大家注意啊 刚才我提到一个扫地杆的事 扫地杆 是横向扫地杆在上 还是纵向扫地杆在上 是纵向扫地杆在上 纵上横下 对吧 来你看 这是什么呀 我稍微擦一下那些干扰的啊 到时候别看多 别看错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纵向吧 这个小点呢 横向 所以说它的这种布置 是不是对的 你看这边也是这样 纵上横向 这里为什么这样布置 这就不是扫地杆了 它已经是第二步了 第二步就不是扫地杆了 第二步不是扫地杆的时候 你看好谁在上 是横向扫地杆在上 纵向扫地杆在下 这个地方 稍微一个点 我点到下面 给错 你能看出来吗 这是挺难的一个质点 这是挺难一个质点 就是我们这里再说了 除了扫地杆以外 上面的这些 你会发现 在布置的时候 都是让纵向扫地杆在下 就好了 合 立柱 用直角卡扣相连 而横向扫地杆呢 是在上 就好了 横向扫地杆 是用直角卡扣和 纵向扫地杆相连 纵向水平杆相连 你记准它 我再说一遍啊 先说扫地杆 扫地杆 纵上横下 不管是纵向扫地杆 还是横向扫地杆 都用直角卡扣和立杆相连 上面的纵向水平杆 和横向水平杆呢 是纵向水平杆在下 横向水平杆在上 其中 纵向水平杆和立杆相连 横向水平杆和纵向水平杆相连 然后 我把所有的交收板 放到横向水平板 从受力的角度出发 我得把立传给交收板 交收板传给横向扫地杆 横向水平杆 横向水平杆传给 纵向水平杆 纵向水平杆传立给立杆 这个和摩板支撑一样不一样 我们不是有 主体结构我们不是得织摩板吗 织摩板不也得织这个 这个交手架吗 说交手架不太准确 就是摩板支撑体系 那个和这个一样吗 不一样 书上没多说 但是不一样 如果区分的话 有两点 第一点 如果是摩板支撑的话 大家听好了 如果是摩板支撑的话 扫地杆是纵下横上 正好相反 这是一个不同 再一个不同 从摩板支撑上边 每一步 纵向水平杆和横向水平杆 大家听好 如果是摩板支撑的话 所有的纵向水平杆和横向水平杆 都是用直交卡扣和立杆相连 它不一样 它不一样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支点 因为这个支点确实比较难 所以说 我们历年考试 既考过文字性的改错题 也考过这种图 我们当年就考了这么一个图 让大家找错误 好了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内容 上午的课呢 我们先上到这里 我们下午啊 一点开始 一点开始 好了 下课